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用户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AI王者辉达6月首周强涨5.16%,爆美股1224.40美元,再度刷新历史记录,市值首次突破3兆美元,超越苹果,成全球第二大最有价值公司,微软目前占据榜首市值3.14兆美元。 辉达股价的非凡暴涨历史,辉达股价今年涨幅超过140%,较去年上涨200%,过去五年,辉达股价喷涨了3300%以上。 同期,纳斯达克指数分别走高14%,29%和126%。 因美国经济数据疲软,提高联准会最早可能在7月降息的希望,美债殖利率下降,对人工智慧的乐观情绪普遍提振晶片股。 辉达市值已超过标准普尔500个大板块的单一市值,其中包括消费品、能源、房地产、材料和公用事业。 苹果在面临iPhone需求疲软和中国市场竞争加剧的双重压力下,今年早些时候已将市值第一的位置让给了微软。 如今苹果又败给辉达,这凸显息骨的转变。 辉达市值升破3兆美元目标的速度仅用了66个交易日,比苹果和微软快得多。 数据显示,苹果历经719个交易日,市值才从2兆美元升至3兆美元,而微软则需要650个交易日。 而且,辉达在2024年实现了从1兆美元增长至2兆美元的壮举。 这一速度超过了亚马逊、Google母公司、Alphabet和Saudi Ramco等全球巨头。 不过,辉达进行了10比1的股票分割。 因此,未来按拆股交易,情况预计将有所变化。 随着OpenAI在2022年底发表CheckGPT, AI淘金梦的热情促使投资人纷纷涌入,寻找率先获益的公司。 晶片制造商,辉达一直是这个领域的典型代表。 辉达之所以能够抓住这一波增长机遇, 主要得益于其在游戏、加密货币以及现在的人工智慧、AI领域中的持续创新和精准匹配市场需求的能力。 而且,辉达这次突破新高也与近日在发表的新品有关。 在今年3月的GTC2024大会, 辉达才正式发表了面向下一代数据中心和人工智慧应用的Blackwell GPU。 时隔仅不到三个月, 该公司执行长黄仁勋在6月的一次台大演讲时, 披露了下一代的Blackwell Ultra GPU和再下一代的Rubin GPU, 将集成HBM4G一体。 据介绍,目前Blackwell晶片已经开始投产, 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效能最高的运算晶片。 相比8年前的Pascal晶片,Blackwell晶片的AI算力提升了1000倍。 黄仁勋表示, 回答在8年时间里, 运算能力、福点运算以及人工智慧福点运算能力增长了1000倍。 这样的增长速度, 几乎超越了摩尔定律在最佳时期的增长。 此外,相比8年前的Pascal晶片, Blackwell晶片用于训练2兆参数和8兆Token的GPT4模型, 训练的能耗下降了350倍。 黄仁勋解释称, 如果使用Pascal进行同样的练, 它将消耗高达1000几瓦时的能量。 这意味着需要一个几瓦数据中心来支持, 但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的数据中心。 即便存在, 它也需要连续运行一个月的时间。 而如果是一个100兆瓦的数据中心, 那么训练时间将长达一年。 然而, 利用Blackwell进行训练, 则可以将原本需要高达1000几瓦时的能量降低到仅需三几瓦时, 这一成就无疑是病人震惊的突破。 想象一下, 使用1000个GPU, 它们所消耗的能量竟然只相当于一杯咖啡的热量。 而1万个GPU更是只需短短10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完成同等任务。 Blackwell不仅是用于推理, 其在Token生成效能上的提升更是令人瞩目。 在PASCAL时代, 生成每个Token消耗的能量高达17000较耳, 这大约相当于两个灯泡运行两天的能量。 而生成一个GPT4的Token几乎需要两个200瓦特的灯泡, 持续运行两天。 考虑到生成一个单词大约需要三个Token, 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能量消耗。 现在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 Blackwell的推出使得生成每个Token只需消耗0.4交耳的能量, 以惊人的速度和极低的能耗进行Token生成。 相比PASCAL的Token生成能耗降低了约350倍,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但即使如此, 惠达仍不满足。 为了更大的突破, 在推出整合Blackwell晶片的DGX系统的同时, 惠达还在持续研发新一代的GPU。 黄仁勋透露, 惠达将会在2025年推出增强版的Blackwell Ultra GPU, 配备8S HBM-3E-12H。 在2026年, 惠达还将推出在下一代的Rubin GPU, 将集成8颗HBM4。 随后在2027年, 将推出Rubin Ultra GPU, 将集成12颗HBM4版本。 根据外媒WCF-TECH介绍, Rubin GPU将采用4倍光照设计, 并将使用台积电300米制成, 以及CoV-SL封装技术。 黄仁勋说道, 在此展示的所有的新的晶片, 都处于全面开发阶段, 确保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打磨。 它们的更新节奏依然是一年一次, 始终追求技术的极致, 同时确保所有产品都保持100%的架构兼容性。 另外, 黄仁勋还披露了挥达进军AIPC的企图心。 黄仁勋强调, 挥达在每一个RTX GPU中安装了张量核心处理器, 因此也可以理解为, 现在全球有一台基于GeForce RTX的AIPC, 有超过200款搭载挥达晶片的RTX AIPC, 包括华硕、微星等PC品牌厂商都是合作伙伴。 在今年的Computex 2024展会上, 挥达还展示四款新的令人惊叹的笔电。 黄仁勋表示, 他们都能够运行AI, 运行由AI增强的应用程式。 未来的PC将成为一个AI, 它将不断在后台帮助、协助用户。 其所有的照片编辑、写作工具、 用户使用的一切工具都将由AI增强。 用户的PC还将托管带有数位人类的AI应用程式。 因此, AI将在不同的方式中表现出来, 并被用于PC中。 PC将成为非常重要的AI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业内, 有传言称, 挥达正准备推出一款, 将下一代ARM Cortex CPU内核, 与其Blackwell GPU内核相结合的晶片, 主要面向Windows on ARM的AIPC设备领域。 考虑到目前汇达在云端人工智慧领域的统治地位。 在生成时, AI开始从云端进入到边缘端的趋势之下, 汇达希望凭借其强大的GPU能力, 以及近年来在自研Grace ARM CPU上积累的经验, 以及其余、PC制造商和服务器厂商多年来的深度合作, 进入ARM Windows PC市场, 无疑一个市场机遇, 特别是在PC市场正面临生成是AIPC所带来的换机潮的背景之下。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用户的观看, 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用户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